在掌机这个领域 很长时间都是一家独大 任天堂贩卖着最前卫的游戏艺术 和整个深圳都难找的落后科技 直到去年Valve阀门一开 造出了一台Steam Deck 有当时最强的性能 最合理的设计 和最有杀伤力的价格 一年里有超过半年都是脱销状态 在这一年里 要挑战Steam Deck的掌机 可以说是排长队了 它们普遍硬件上都有不少亮点 峰值性能上 也不止一台做到了超越Steam Deck 但在价格上 还没有谁可以撼动Steam Deck 399美元的超性价比地位 这是什么 与AMD合作定制的超强掌机芯片 更好的屏幕 安静的冷却系统 运行Windows 11 听起来很美好 但价格应该 竟然很有竞争力 这还是百家之夜吗 先看外观 奥基掌机机身全白色 棱角分明 乍看和Steam Deck有一点形似 但整体更薄 体积更小 没有触控板 左摇杆在方向键上方 分布更宽松 采用了比较传统的Xbox手柄布局 按键大小和手感也比较接近 没有什么学习成本 背面 败家之眼logo和旁边的鞋切开孔 都是风扇的进气口 还有M1和M2两个可编程的背键 正面最瞩目的应该就是两个摇杆周围的一圈RGB灯 亮度和柔光的感觉恰到好处 挺漂亮的 扬声器直面玩家 嗓门可以贼大 绝对可以压过高铁上大声打电话的大哥 顶上除了肩键和扳机 还有ROG掌机的全部IO接口了 3.5毫米耳麦二和一口 UHS-II的SD卡插槽和一个Type-C接口 负责数据和充电 至于为什么这个Type-C口长成这样 我们一会儿说 这里还有音量键和一个带指纹识别的电源键 握起来 ROG掌机背面的握把比较浅 握感还可以 让我对ROG掌机最满意的 就是这个屏幕 一块7英寸1080p 500尼特亮度 100%sRGB的触摸屏 并且支持120Hz的刷新率 这应该是我在所有掌机里 用过的最漂亮的屏幕之一了 亮度色彩在掌机里是绝对的第一梯队 而在掌机里第一次出现的高刷新率 也比我预想的要有用 虽然以掌机的性能 3A游戏不太可能跑出60以上的帧率 但在动作性很强的2D独立游戏里 ROG掌机还是可以轻松推到100帧以上 视觉流畅度非常让人满足 而且还支持AMD的FreeSync可变刷新率 即使帧数不稳定 也不容易画面撕裂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 性能 ROG掌机的心脏 是AMD前不久刚公布的 4nm APU Z1 Extreme 搭配16G的LPD25内存 和512G的PCIe 4.0 SSD 不像其他Win掌机中用的是轻薄本芯片 这颗芯片是一个专门为掌机而生的处理器 里面包含了一个8核16线程的Zen4 CPU 和一个12计算单元的RDNA3 GPU 功耗最高可以达到30多W 最大功耗下Z1 Extreme 四款游戏里的平均帧率 基本都实现了Steam Deck的1.5倍左右的帧率 要自己调整功耗来优化续航 已经成为了所有PC掌机的一个必修客 ROG掌机也是如此 增强模式是功耗最大的模式 算上屏幕 风扇 音响 此时整机的功耗是40W多一点 这个模式跟Alpha差不多 得瑟不了多久就要找电源 考虑到电池容量 ROG掌机和Steam Deck完全相同 增强模式下 我玩赛博蓬康2077 只有一小时左右续航 所以出门在外 20W的性能模式要更合理一些 简单除一下 续航可以逼近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 ROG掌机的帧率表现 竟然还能优于Steam Deck不少 1.2倍左右 这个才真的让我惊喜 说明AMD说 Z1芯片是专门为掌机设计的时候 并没有夸张 是真的有做低功耗下的性能优化的 另外 ROG掌机的风扇 真的是我用过的掌机里最安静的 开着扬声器 在一般的游戏过程中 甚至不太容易注意到风扇在工作 即使在增强模式下 噪音也相当克制 频率很低沉 完全不会影响到扬声器的声音 这些性能已经相当强大了 如果还嫌不够 可以加钱 连接外置显卡 前面提到的 ROG掌机顶上的这个接口 是ROG自己设计的PCIe 3.0 x8接口 就相当于普通电脑主板上 连接显卡上的那个插槽 可以用来连接专用显卡扩展物 XG Mobile 比起一般的雷电扩展物 带宽更高 速度更快 性能折损更小 体积也更小 我这里的是一个移动版的RTX4090 通过它连接ROG的27寸超神显示器 4K 160Hz HDR都跑满 就变成了一个有4090性能的家用机 跑任何游戏都如砍瓜切菜 非常轻松 当然 一个外置4090显卡 一定会收取一个4090相称的价格 但我知道 即使价格很贵 很多人还是想要这么一个套装 外出是掌机 回到家可以接电视 而且接上Dog可以获得更强的性能 不论在路上还是在家里 游戏的画质表现都没有任何妥协 但对我自己来说 把ROG掌机直接通过Hub 连接电视或者显示器 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 自己多准备几个手柄 ROG掌机就具备了家庭多人娱乐的属性 一机多用 走亲访友 朋友聚会都可以展现自己 请点持家的美德 ROG也知道 要撼动Steam Deck的地位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 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国行版还没有出来 我还不能够说准确的价格 但ROG说 我可以暗示 我怎么暗示 我比512G的Steam Deck贵一点 同样的容量 硬件还有这么多升级 我最开始以为ROG说的 有竞争力 是按照败家之眼的标准呢 没想到它是客观上挺有性价比的 改走持家之眼的路线了 对于玩家来说 除了硬件 还要考虑软件 Steam Deck是基于Linux的专用系统 而ROG掌机运行的是Windows 11 Windows嘛 好处和坏处都很明显 好处当然就是 可以做到Windows能做的一切 告别了所有可能的兼容性问题 可以预期它像一台普通PC一样 运行所有游戏 不止Steam Xbox Game Pass Epic GeoG 都可以无痛安装 而且没有任何反作弊软件 和奇怪的启动器 能阻止你玩多人竞技游戏 甚至接上显示器和键束 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办公电脑 安装Office 浏览器 但坏处就是 Windows系统本身交互 是围绕键束操作设计的 既不是触屏 也不是游戏手柄 所以操作起来容易产生摩擦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面的这两个按键 右边这个可以进入ROG掌机里的 澳创制控中心SE 一个类似Home菜单的东西 这里会整合所有已安装的游戏 不论是什么平台购买的 它也承担所有硬件自电议设置的功能 比如按键映射 光效调节 左边这个 任何时候按下可以互出控制中心 有调整掌机所需要的大部分设置选项 调节静音 性能和增强三种模式 更改分辨率 能耗 刷新率限制 互出键盘 切换鼠标和手柄模式等等 当切换成鼠标模式的时候 摇杆就可以用来移动鼠标 肩键代替左右键 场用的功能都在手边 启动游戏 输出密码 大部分时候完全够用 但就怕出现意外 Windows嘛 大家都懂 兼容更多的游戏 不代表这些游戏玩起来就都舒服 Steam投入很多人力 对游戏进行认证 对API进行维护 想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傻瓜掌机 在这方面 Windows的路还很长 可能要微软主动一点 做一个更轻量的Windows游戏系统 总结一下 ROG掌机的硬件非常让人满意 屏幕色彩亮度 分辨率刷新率 养声器 超精英的冷却系统和处理器的性能 都是我用过的所有掌机里最好的 而且和第二名还有不小的断层 定价竟然还很合理 其实游戏主机硬件 是个特别难进入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的选手 除了任天堂 其他人都是硬件亏钱 软件赚钱的策略 对ROG来说 这些都是劣势 因为他们只能够赚硬件的利润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相比Steam Deck需要海淘 国行掌机有售后服务和保修 而且比起更小的Win掌机品牌 他们的品牌价值更高 出货量更大 成本有机会压得更低 而且有自己独特且强大的软硬件生态和研发能力 在和ROG工作人员的沟通中 我发现他们既兴奋又忐忑 让我提了很多缺点建议 看得出ROG决定步入这个掌机市场 是做好充足的觉悟的 像一拆机扩展存储 提供游戏画质设置的建议文档 都是正确的努力方向 所以我对这台掌机的后续软件支持 还是蛮有信心的 回看Steam Deck原本诞生的原因 是Valve想证明掌上PC的概念是可行的 这根接力棒被AMD和ROG接下 宣示着大掌机时代又一次开幕 至于ROG掌机本身 我觉得它是一台定价合理 没有悬念的硬件最强掌机 是Valve想证明的 如果你想证明的话 我会想证明的话 那如果想证明的话 再给他os面 可以看看 和尤其一身体 剧番范